自从我那个三块钱的猪沙火了 我都已经出差半个月了 我收到的私信还是要猪沙猪沙猪沙 问题是大家问我要猪沙的理由 我都不能拒绝 我有收到私信说 今年日月二月想给两位妈妈买 那像这种呢 就比较适合妈妈这种串串的 然后还有说 女儿的身体不好想给女儿买 那今年是兔年 还有这种小兔子的一种款式 他们这一家做猪沙 都已经做了有几十年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报告 这二八点的这一张报告出起来要几百块 它的寒沙量可以达到八十 其实正常的寒沙量已经达到了九十多 但他们只能出最高的 最高的寒量是达到八十多 看一下我给你们选的款式 这个是小朋友可以带的三朵小花 这个是可以送给妈妈或者我们自己带 这是一个手机挂 然后这个也是可以送给妈妈的一个莲花 然后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己带的一个平安扣 这个是小兔子 这个是兔的 这个是重磅级别的 可以挂在门上也可以挂在我们的车上 也可以挂在包包上 这个是真的五地铜钱 然后这个是男士的一个皮修 这个是108颗男士女士都可以佩戴的 妈妈也可以佩戴的 OK 每一个都很经典哦 你们看小白在那买猪沙的这种石头 大百件 这种猪沙大百件 一个都好贵 好几千块钱嘛 你买这干啥啊 镇宅呀 镇宅 我家房子装修了呀 哦 那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 那你赶紧给爸买一个吧 这就是猪沙的这种原始 就没有经过提炼的 它是经过的提炼之后呢 然后再做成这样的 我们想要的这种造型 其实猪沙原本是长这个样子 就在跟石头长在一起的 最近呢 收到很多关于猪沙的资讯 今天才有时间给大家一一解答 那到底什么样的人才适合戴猪沙呢 就比如说像我这种身弱的人 其实我是身弱的 就是比较容易生病 身体免疫力差 实际的话 我身弱可能体现在于 我不会有特别多的财富 如果说因为我 身弱的情况下 我是拿不起那么多的财富的 所以我的财富可能需要通过别人的手 然后再到我的口袋 比如说我可能需要为你的一个帮助 或者是骨持 那我其实就是很适合佩戴猪沙的 而且就是像小朋友容易受到惊吓 那在这里有一点是我们的孕妇 是千万不能佩戴猪沙的 我可以帮助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